2012年开国元勋之子刘元举报有人贪污达300亿 没想到对方却对他进行人身威胁 最终结果如何 2012年初 我军总后勤部忽然进行了一场人事变动 拒贪古郡山自此之后忽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对此 一直关注古郡山一事的人都纷纷猜测 其应该是遭到了隔离进行立案调查了 此消息一经流出 深受古郡山压迫的群众们纷纷欢呼雀跃 只有古郡山的亲朋好友依旧嘴硬 声称其只是在执行绝密的任务 但在2014年初的时候 对古郡山提起公诉的消息传开 这彻底击碎了那些与古郡山有利益关系的人的期盼 紧接着古郡山被判处死缓的消息 更是让他们彻底死心 纷纷开始与古郡山撇清关系 其同胞兄弟更是在第一时间选择了逃跑 而纵观古郡山的整个落网过程 刘元上将可谓是功不可没 2012年初 时任总后秦部政委的刘元上将 主持召开了一场后秦部内部干部会议 表明要将腐败分子抓起来 矛头直指一旁的古郡山 但让刘元上将没想到的是 会议结束后 古郡山便主动找到了他 公然表示自己背后有人 威胁他就此收手 不然就让他丢掉乌纱帽 在部队中公然威胁自己的上级 古郡山真可谓是胆大包天 而且刘元将军可不是普通人 他可是开国元勋的儿子 早年间殷家中变故 刘元早早地就离开了家人 下乡插队到农村里劳作 虽然过程十分辛苦 但也让他养成了极为坚韧的性格 后来高考恢复后 他成功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在小期间 他摒弃一切娱乐活动 埋头在书籍当中 最终以极为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 他更是放弃了各方的招揽 毅然决然地返回基层 致力于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条件 为此他一边下地劳作 一边东奔西走 为群众争取各种惠民工程项 凭着卓越的政绩 刘元一步一步地稳定晋升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便从一开始的公社基层干部 成功晋升为河南省的副省长 后来他奉命邮政转军 出任我军水电指挥部政委 此后他身先士卒 带着部队上高原站边疆 下海岛建水利 参与建设了数十项国家重点工程 可以说 刘元将军的晋升之路 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跟古军山这种靠着后台提拔 一路轻松晋升的人 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此 刚正不阿的刘元将军 在面对古军山的威胁时 直接愤怒地表示 他就算是凭着自己的乌纱帽不要 也要将其拉下马 并且他的目标 也不仅仅只是一个古军山 就连其背后的靠山 他也要一并找出来 是要为国家肃清这些师位肃餐的仇 而反观古军山 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包天 则是因为他早在二十年前 便已经给自己找好了靠山 2012年 刘元当众举报军中巨贪古军山 却反被对方威胁 这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回到1956年10月 古军山出生在河南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里 由于他从小性格就很调皮 不喜欢学习 所以勉强读完了初中以后 他便跑去当兵了 在完成新兵连的集训后 古军山被分配到了 驻扎在吉林长白山区的 一个航空兵部队中 由于自身工作能力不行 又喜欢巴结上司 所以古军山不怎么受欢迎 很多战友都不喜欢他 不过古军山虽然技术能力不行 但是他却极善于交际 且坐视圆滑 十分有眼力见 这让他在应对上司的时候 游刃有余 提升的速度并不慢 后来他偶然间了解到 团里的副政委 有一位女儿 跟他的年龄相仿 并且还尚未婚配 于是立马起了小心思 对其展开疯狂追求 尽管政委看不上他 屡屡阻止自己的女儿 与其碰面 但是他的女儿 却招架不住 古军山的疯狂攻势 没多久便被其拿下 最终只能同意两人交往 交往没多久 两人便结了婚 此后古军山的晋升之路 更是顺风顺水 哪怕是在后来的大财军史 他都在岳父的帮助下 成功地躲开了这股浪潮 1985年 古军山通过老丈人的暗中运作 从吉林调回了 河南老家军区的后勤部队里 也就是这一次的调动 让他的人生彻底改变 古军山的技术能力十分一般 但是其擅长交际 会来世的能力 让他在搞后勤工作时 格外的得心应手 由于当时 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初期阶段 上面鼓励军队参与到当地的 经济建设活动中 他所在的军分区响应号召 与中原油田企业合作办起了连营厂 而原本在军分区负责后勤工作的古军山 就被安排当起了厂经营办的副主任 配合中原油田劳务公司的经理进行工作 没过多久 古军山便从中找到了空子 利用手中的权力 以营厂的名义 大量收购原油和钢材等紧销材料 然后高价卖出 赚得盆满钵满 在尝到甜头以后 古军山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为了避免自己遭到调查 他拿着这些赃款 四处送礼 结交高层寻找靠山 最后 他凭借着金钱开路和背后靠山运作 职位提升极为迅速 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便从少校晋升为中将 并担任我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此后 古军山对自己的贪污行径 再也不做掩饰 光明正大的燃指军队地产 并频繁收受那些私企老板的贿赂 甚至于还直接贪没将士们的铸款 在位二十多年 古军山靠着转卖部队地产和村民的土地 获利达三百多亿元 并借此修建了大量的房产 还开了数间投资公司 对于古军山的贪污行径 当地的官员以及群众都心知肚明 不过因为其背后势力庞大 所以基本上没人敢管他 但刘元将军的出现 打破了这个局面 2012年 刘元上将举报军中 巨贪古军山 对方却狂妄宣称要整岛刘元 最终结果如何 2011年1月时 刘元肩负起总后勤部政委的职位 上任后不久 他便发现后勤部内里存在着一个巨贪 通过一番调查 刘元上将很快就找到了此人 就是副部长古军山 于是在年底的时候 他召开了一场后勤部的内部会议 在会议上 刘元上将一脸严肃地指出 如今部队内部腐败风气盛行 部分干部不知廉耻 公然进行贪污受贿 已经成了部队的蛀虫 为国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 对此 他将进行严格的审查 不管这些人牵扯的历练有多复杂 也不管其背后的靠山有多硬 他都是要将其给揪出来 此话一出 台上台下一片寂静 虽然刘元上将没有点名道姓 但是在场所有干部都知道 他说的正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古俊山 听着刘元的话 古俊山的脸色异常难看 看向刘元的眼神更是透露出明显的冷意 会议结束后 古俊山主动找到刘元说 要是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 那自己就会拿一些好处给你 但要是不识趣的话 那我有的是法子能将你给整倒 这番威胁让刘元气愤不已 他没想到古俊山这个军中巨贪 在被自己点出来后 竟然没有丝毫的羞愧和后悔 反而还敢光明正大的威胁自己 如此嚣张的行径 彻底点燃了刘元心中的怒火 他暗暗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 将古俊山这个军中巨贪扳倒 通过数个月的权力查找 刘元将军成功掌握了不少古俊山的腐败证据 而这其实也多亏了古俊山仗着自己后台硬 对贪污行径并没有做什么掩盖 或有些光明正大的意味 所以他才能快速掌握这些证据 将这些腐败证据整理好后 刘元上将便将其上交给了组织 而组织看到他提供的这些证据资料后 十分重视迅速组织调查小组 对古俊山的腐败事件进行调查 没过多久 调查便有了结果 在2012年初的时候 后勤部迎来一波人事调整 古俊山的名字从后勤部的名单上消失 同年10月他便被移交司法 而古俊山所探没的财产 也随着他的落网而遭到追缴 其在濮阳市中心所建立的将军府 也遭到了拆处 之后又经过了两年多的查证审理 在2015年8月的时候 古俊山终于迎来了最终审判 经法院判定 由于其贪污受贿数额巨大 判处其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但念在其在归案后主动上缴赃款 并揭发他人违法行为 所以可不立即执行 转为缓期两年执行 自此 这位横行了20多年的军中巨贪 终于迎来了应有的惩罚 好